當然很多人問我 他說如果你當時你在柯文哲身邊 我說我就一斤扛起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聲線假帳爭議蔡壁如日前 憑上節目更自爆 天天都在擔心柯文哲 但沒想到現在自己的帳目 也被週刊爆料 交通支出疑似造假 蔡壁如上活線澄清 但卻不斷強調會這樣申報 是會計師認證沒問題 似乎把責任推給會計師 但民眾黨把帳戶風波 責任推給端木證實 蔡壁如這樣說 但蔡壁如的會計師究竟是誰 監察院收支結算表則完全沒提及 同樣選台中的不管是江啟成 廖偉翔 何欣淳 蔡其昌 道士通通都有列出會計師 柯文哲前幕僚柯玉安 也指出從MG149事件 或許看出端倪 柯文哲這邊的嚴重程度 遠高於蔡壁如 過去到現在其實不只是MG149 還要包含像在臺北市政府這邊 編列所謂的第二預備金 我認為他其實就是比較希望的 能有一個所謂的彈性運用的 這樣子一個資金來源 柯文哲陷入假帳風暴 原本聲稱不在是非之地的蔡壁如 現在這把貨也燒到自己 3D新聞將為閒王歷德台北報導 web web 感谢观看